新聖堂呢 其實我們這個聖夜室堂 就有些特別的 你們進來之前應該看到一個舊聖堂 因為其實舊聖堂就不夠這裡發展 開始來越多教育了 我們就需要抗變 因為舊聖堂也是進入了三級零史建築 所以就不可以太大改動了 所以我們最後就有了一段時間 就買了土地 就可以在這邊就有新聖堂 而因為不可以影響了舊聖堂 也不想阻擋了它的外觀 所以新聖堂這邊新聖堂 我們最後就決定在地仔那裏掘一個洞 就有一間新聖堂 它的原意就是希望大家 好像進來聖堂 一開門經過一條路 就好像邀請大家走去天主那條路 跟它一起是一個修會 它是一個意大利的建築師 而它們的修會 最主力就是做一些首供惠 例如供惠品 希望透過它們的人手的工作 可以做出來的供惠品 就令到更多人可以欣賞天主 看到天主的神聖味 亦都可以透過供惠品 跟天主相遇 手板 腳 以及右邊的男朋友 都有個雙頭 另外 它背後 背起了十字架 被一張十字架 其實再看近一點 上面的馬賽克畫 都看到一些紅色的 象徵為我們犧牲 為我們傾向的寶月 而這個馬賽克畫 亦都看到它的背景 有些藍色 還有就代表了天空 中間有些金色 亦都突顯了它的神聖 其實這個金色 真的是黃金組 所以就令它很鮮靈 都幾大部分七成左右的黃金 都在它中間 希望大家看到這裡 閃亮亮的瀑布基督鑽 亦都可以看到天主的光光 這個天窗 當你們進來廣場 就應該看到有兩個 好像三個人 代表金字塔的玻璃天窗 有一大一小 但是那個櫃網下面 就是剛剛是耶穌瀑布的基督鑽 所以我們在尼薩之中 尤其是焦島尼薩 也會看到一些陽光射下來 又打在浩布基督鑽的圖那裡 特別顯得它更加光 還有一些白色的 很溫暖的感覺 你看到浩布基督鑽 它攤開雙手 那像是升天 那也像是再次降臨你 就是影響我們 所以大家可以向著它祈禱 這個就是台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 知不知道想像一下 究竟它收尾設計的時候 想想些什麼呢 都抽象一點 哈哈哈哈 又是這麼多 它的背景就是 金色的畫面 然後上面 有一些白色的畫面 還有一些白色的畫面 當然大家看到 十字架 好像解開了 也會提醒我們 即是基督鑽 那 這個難免一點 所以我就開箱了 其實修裏的理念 就是金色就代表海洋 而白色凸出來的地方 就是代表綠地 其實預意著 就是代表整個世界 或者預測 它也都是 你看到白色的部分 有大有小的 不同的 其實它就想表達 就好像我們的教員一樣 那我們在教會裏 就有不同的人 大家都有不同的特質 也都有不同的性別 性格 但是我們大家都是 基督類別合一的 所以這個就是 見到制台的時候 也都代表了 即是提醒我們 我們大家 都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 一樣都是 因為是基督 而我們在這裡合一 亦都是互相交融 摺掛的 在制台的右下角 其實有個原子 有個屋 這樣 現在就封了 那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擺了一些性格 可以見到 這個是我們今年 1月6號 祝聖堂的時候 和祝聖祭台 有書記 主教就擺了一些聖堂 在制台那裡 這個就是 一直是由我們前任的 師父 黃國聖神父 一直坐落的 總共有九個聖堂的聖堂 就擺在制台下 然後就說一下 我們的主禮座 主禮座大家都知道 但是神父坐 神父主禮座的地方 神父主禮座的地方 他作為一個領導 整個男兒的師仔 會坐在這裡 而他的設計 可以中間看清楚一點 就簡單 不過就都張獻了一些東西 看到沒有聖堂 其實都是代表了 就是 就是 師仔 要主持理髮 也都是聖堂 在他身上 就發揮 這個主持主義的職務 然後就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讀經台 這個設計 就比較抽獎 這個設計 這段經環可能就給大家 這個設計 我改讀 在聖約望福音十九章 寫的一節 就提到 在耶穌被釘 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有一個原子 在乃原子裡 有一座新墳墓 裡面還沒有安葬過日 這段經環就跟我們 制台的 復興台的設計有關的 大家會聯想到 有些什麼 上面 有一些 半圓形的東西 旁邊有白色的 有些折磨的東西 想不想像到 是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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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開箱 要加一些想像 對 他在這裏說 其實關於 耶穌剛剛 避釘十字架 死亡 埋葬 其實這裏 就代表了 修禮的設計 其實想 那個半圓形 就代表 在耶穌墓的門口 一個石 一個石 封入了一個墓圓 他就 當他服務的時候 那個石 滾開了 這裏 這個粉紅色 半圓 就代表了 那個石頭 就是耶穌墓的石頭 而旁邊 那個 額色的設計 你見到 其實好像一個 舖 就是這件衣服 少少潮了 有些折瓶 那樣的 他就想代表 就是 有個婦女 入了去墓墓 見到耶穌 遇到有個 有個婦女的天子 就代表宣告 就是耶穌復活了 所以這個 就是代表宣告耶穌復活 那個 那個人 在天子身上的圖 你見到 另外有哪個 那個 巫月的石 後面 就有些光芒 其實都顯示了 就是 基東救助的國光 來看一看 這個聖體圍的設計 那他呢 那裏 就 有些 有些 綠色的 看到有些 圓形 其實圓形 就代表了 一個 的稱體 那裏 他都有一些 細小的 圓形 就是代表 成體 那裏就是一個 稱體櫃可以開得 就是中間的 好像 以前抹開了 那裏 外面那個 馬賽克畫 那 又是 比較抽獎 大家見到一些 金色 藍色 這樣 亦都好像有些 不規則的 顏色 形狀 那其實 修女的設計 就是想代表 看聖體貴 那其實 基東就代表了 一個 光芒 那他的設計 就好像一個 火球 那樣 在宇宙裏面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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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